1977年,李行根据琼瑶的小说《水灵》拍成电影《风铃风铃》,林凤娇,秦汉领衔主演。 影片中有一首插曲爱神,作曲人鼠意动感十足的崔台精演唱,崔台精不负众望,把这首热情奔放,洋溢欢乐的歌,诠释得有声有色,这首歌很快就红遍了歌坛。 一代妖姬崔台精曾是台湾当红的女歌手,留下了许多经典歌曲如《但是又何奈?》《梅兰梅兰我爱你》,而她也是出色的节目主持人,18岁就接下综艺节目《欢乐周末》,开启了主持道路。 她娇嘀嘀的声音,性感地穿着,加上动感舞蹈,每次现身都让观众耳目一新。 《魅力风靡六十、七十年代》的台湾女星崔台精,打扮性感艳丽,气质高贵舞昧,以动感的舞蹈,娇柔的声音,稳健的台风称霸舞台,是横跨主持,歌唱,秀场,戏剧及广告等多七天后级艺人。 她的作风前卫大胆,曾自创银管装载歌热舞,是M字腿,舞蹈动作十足,震撼当时民风仍属保守的全台湾。 虽然崔台精的事业运如日中天,一生的感情却走得曲折颠颇,曾和中国眼镜公司三少东虚伪群结婚,不料四个月就宣布分开。 崔台精19岁邂逅后,蒋经国和蒋方良的次子蒋孝武,两人当时传出暧昧情,轰动一时,爱与蒋孝武已婚,感情注定无疾而终。 24岁时,崔台精爱上富二代虚伪群,不顾家人反对执意结婚,并放弃大好的演艺事业,不过此段婚姻未正式登记。 维持了四个月就草草结束,分开时,她已有八个月身孕,25岁生下一子崔家豪,身兼父职独立抚养,产后她也回归演艺圈,重拾翠迪银争主持棒,并演唱电影浪花主题曲及插曲。 由于当时民风保守,崔台精曾担心自己单亲妈妈的身份不易被外界接受,索性她独特的舞台魅力深受粉丝喜爱,再度走红。 风情万种的崔台精,当时吸引许多有头有脸的男士追求,曾和王宇、范可亲、黄瞻、赵宁、黄仁中、施明德、丁松云传出绯闻。 46岁时,范可亲为了她与前妻下相连离婚,随后公开两人的恋情,并在美国共筑爱潮,准备步入红毯,不过却因个性不合分手,从此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。 多年后,崔台精被问到情势,坦言从来没把爱情看得非常重要,当她来了,不拒绝,走了,也不悲伤,一切随缘。 现年68岁的她,早已过了追求爱情的年纪,她选择享受独处,皈依佛门,过着清幽的退休生活,不眷恋五光十色的演艺圈。 崔台精1951年生 童年的崔台精十分淘气,每当有长辈摸摸她的头说,好聪明伶俐的小丫头时,崔台精总会把小辫子往后一甩,撅着嘴说,那当然,因为我爸爸是山东人,妈妈是台湾人,南北交融,然后一溜烟地跑去跟同伴玩去了。 也许是秉承了爸爸北方人的血统关系,崔台精的身高一直在同龄玩伴中,占尽了优势。 在静修女中念初中时,身高160公分的她,被选为体操队队长。 崔妈妈是麻豆人,是个漂亮的女人,从崔台精的身上就可以印证。 尽管崔台精从小就很顽皮,但爸妈从不因此头痛,也不为她的功课担心。 基于望女成凤,才念幼儿园大班,崔台精就被送去学芭蕾,辅上小学又被安排学钢琴,有了一点眉目后,又开始学小提琴。 在那个物质缺乏的年代,能够让孩子学习这些记忆的家庭伪食不多。 长时间的熏陶下,让崔台精对音乐产生好感,因此,初中毕业后,她选择去文化学院戏剧专科就读。 张立敏、孙嘉玲都是她的同班同学。 崔台精在校主修京剧、话剧、舞蹈、电影及人物揣摩等,而她最喜欢的就是舞蹈,这也注定她日后要朝舞台发展。 二年级暑假,崔台精到中泰宾馆游泳,偶然碰上中泰举办歌唱选拔,小妮子不切声,报名参赛,居然入选了,从此与麦克风结下不解之缘。 平时,就喜欢英文的崔台精,在中泰以演唱英文歌为主,不少客人还夸她的歌声颇有康妮法兰西斯的味道。 没过多久,台视导播艳光前在舞台上发现了她,认为是可造之才,要她参加欢乐周末。 就这样,崔台精跃上了荧光幕,开始了她的歌唱旅程。 有一天,群星会的制作人甚至建议她,长相如此东方,何不改唱国语歌曲。 一句话点醒了她,从此崔台精涉西洋歌曲,改唱人人爱听的国语歌曲。 幸运之神似乎特别偏爱崔台精。 1970年,台视推出首部连续剧《风潇潇》,剧中需要一位会弹琴,角色吃重的女孩,海伦。 台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崔台精,当时她还是文化学院四年级的学生。 在这部改编自徐徐小说的连续剧里,崔台精与白嘉丽,江明芬庭抗礼,十分风光。 崔台精的第一张唱片是海山公司的《为什么春天要迟到》,当时海山众星云集,崔台精难以发挥,不久她又转往银河唱片,成绩差强人意。 最后到了立歌才有了进一步发挥,她著名的歌曲,如《乘风破浪》,《但是又何奈》,《爱神》,《浪花》等,都是在此时惯露。 有别于邓丽君、凤飞飞、珍妮等唱片天后,崔台精先以主持电视节目奠定巨星地位,加上当时流行秀场文化,属于唱跳型歌手的她自然成为各大秀场常客。 一个晚上的收入即相当于当年上班族一年薪资,加上她的秀气派非凡,还曾受邀到东南亚、英国、美国等地表演,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亚洲歌星之一。 崔台精最让人称到的,就是主持台势的翠迪银征,这是台湾第一个以大自然为外景的歌唱节目,播出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,崔台精的名气直上云霄。 另外,崔台精的秀也让观众津津乐道。 论才艺、节目内容,崔台精的舞台秀堪称是台湾首屈一指,她自备灯光、音响等器材。 由专人负责舞台灯光外,还有专属的合音天使和舞群,舞台上的崔台精尽情挥洒,那是电视上看不到的。 现场观众除了可以看到她鲜声夺人的舞台装扮,还有她风情万种的演出,歌舞秀,拉小提琴,空中翻滚,哑句,无意不让观众屏息以待。 在轻快的节奏中,有着一代妖姬之称的崔台精散发着青春热力,举手投足,充满魅力。 崔台精能够在舞台历久不衰,就是她不断求心求变,让观众有看头,观众们都被她的舞台魅力深深吸引住。 当时的崔台精在演艺圈风投无两,身边自然不乏追求者,曾陆旭和范可亲,黄仁忠,施明德,丁松云等名人传出绯闻,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,便是和蒋经国次子蒋孝武的暧昧情。 但爱于南方当时是有父之夫,恋情最后无疾而终,后来她在事业巅峰之际,却突然选择了结婚。 1976年,24岁的崔台精与中国眼镜公司三少东虚伪裙相恋,并未婚生子。 崔台精更为此毅然决然放弃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,当时她的家人均表示反对,理由是彼此不合适,而且对方已有多次婚姻记录,可惜崔台精却执意要嫁。 无奈,这段恋情最后仅维持了短短几个月便宣告分手。 而她当时已怀有八个月身孕,最后仍决定生下孩子。 崔台精也独自抚养唯一的儿子崔家豪,崔台精也表示,儿子是我欢笑的全员,是我最大的满足,这点也许只有做过母亲的人,才知道母子是多么的怜心。 日后大家虽然也有看到她与不同的男士拍拖,但没有一次有结果。 已故艺人高凌峰也曾如此评论崔台精的感情事,崔台精不是喜盼权贵之女性,崔台精本身是极为理性思考之人,对演艺事业极为积极投入。 适合她的男性,性格上必须叫她柔,但不能太柔,因此适合她的男性自然不多。 离婚后的崔台精选择了付出,即便离过婚又有孩子,崔台精付出后影响力依然不减,更是第一届金曲奖主持人,但自1993年起,崔台精便淡出演艺圈并潜心秀佛。 崔台精虽然已淡出演艺圈近30年,但她美艳的歌姬形象始终鲜明。 不久前光企社粉丝团贴出崔台精的近照,并写上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及崔台精加入天主的大家庭。 据悉,崔台精在2021年复活节前夕受洗成天主教徒,照片中的她看起来脸色红润,气色非常好。 崔台精原本常年修佛,之前偶尔读到天主教圣经后,发现内心深处被触动,才开始有受洗的想法。 崔台精也坦诚,从来没有把爱情看作是非要不可,当她来了,她也不拒绝,走了,也不悲伤。 一切随缘,在拥有的时候都要好好珍惜,免得失去了再后悔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